才看到昨天的19时52分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文一号 探测器实施了近火捕获制动 探测器顺利进入近火点高度约400千米 周期约10个地球日 倾斜角约10度的大椭圆环火轨道 实现绕着巡第一步绕的目标 环绕火星获得成功 根据北京遥色数据监视判断 天文一号火星探测器第一次近火制动控制正常结束 天文一号探测器已经顺利进入环火轨道 成为我国第一颗人造火星卫星 那么这也标志着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 绕着巡的第一步环绕火星圆满完成 控制过程非常顺利也非常成功 完全按照预期的设计完成了精准的火星捕获 进入捕获轨道 到了火星是真正的行星计探测 这是我们国家有了第一个行星计的探测器 然后造火星转 但是我们后面还有很多任务 还可以取得更大的成绩 还要看今后 我们这一次结果非常圆满 但是我们这也是刚才说 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后面就是绕虎探测和着炉巡视探测 我们还要继续精心组织好 使得好 我们也期待着整个任务的圆满成功 自2020年7月23号成功发射以来 天文一号探测器完成一次深空机动 和四次中途修正 抵达火星时 飞行里程约4.75亿千米 距离地球约1.92亿千米 天文一号环绕器携带的中分辨率相机 高分辨率相机 矿物光谱分析仪等载荷 将陆续开始工作 对火星开展多维度探测 探测器计划于2021年5月至6月 择机实施火星着陆 开展巡视探测 非常的圆满 但是不能自满 我们还要继续地努力 为100天后的落火成功 不到最后的成功 一点都不能懈怠 天文一号飞行了4.7多公里 这是我们中国人第一次 真正走出地月系 标注着我们国家 首次火星探测工程 取得重要成功 过年了 天文一号在遥远的火星 向全国人民拜年 祝愿伟大的祖国 繁荣富翔 祝愿大家幸福安康 天文一号祝大家 新春快乐